皮刹是柔韧性训练的基础训练之一 在进行皮刹训练之前 为了促进血液循环 简单拉伸韧带 减少受伤几率 准备活动必不可少 5-10分钟的慢跑及变速跑 体前驱 公不压腿都是十分有效的准备活动 体前驱时需要注意身体向前探的过程中 要保持膝盖伸直 也可分开双腿 双手交叉触碰双脚 做公不压腿时 前腿虚程90度 后腿膝盖绷直 脚跟尽量贴地 身体下沉 拉伸韧带 首先我们开始教大家怎么做皮刹 首先我们同样作为公布开始 我们将唯一的区别是公布我们的膝盖需要伸直 前腿可以达到90度甚至更低 双手如果刚开始的时候 要用双手撑着地板 前腿可以逐渐地往前滑 滑到最后一直到顶 顶住身体要立直 可以放前腿 也可以放后腿 当我们做完压腿也好 或者是皮刹也好 我们需要做恢复训练 因为这样的话不容易第二天肌肉会很痛 这样可以得到一个很快恢复作用 也加强了韧带的拉扯跟伸缩的达到最好的效果 首先我来教大家如何做恢复训练 最好的恢复训练就是正踢腿 正踢腿可以让自己的韧带得到一个放松 因为我们的韧带跟皮筋一样 当我们拉扯时间久了以后 它需要一个反弹的恢复 那压踢腿是最好的一个反弹 反弹的一个恢复的一个动作 那首先可以扶着一个觉得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个地方 然后左腿伸直 身体立直 脚尖 双脚尖冲前 那白腿 从最低的开始 慢慢这样前后白腿 然后可以稍微的发力向高一点踢 整个的过程 需要大家的膝盖保持伸直 脚尖往回钩 我们左腿踢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踢右腿了 那右腿是同样的动作 我现在给大家做个示范 首先身体要伸直 背部也伸直 将右腿抬起 轻微的慢慢滑动 前后摆动 然后因而异可以尽可能的提高 达到韧带的最好的放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较到韧币 精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静紧张 云 一路 很久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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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